一大桶的水果茶 志工陸續裝進大的寶特瓶裡 慰問環衛工人的辛勞 南京慈濟志工從7月開始 啟動美洲關懷 他們每天從半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這樣高強度的工作 換任何一個人其實都是做不了 我們就通過這樣的活動 就是啟發的也就是自己 然後越來越覺得 他們是真正的需要 而且我們可以做到 寶方是黑暴徒的 我們就接下來 你們也辛苦 一年得一年得 你們比我們辛苦得了 所以我們捨得 表示一點關懷也是正常的 什麼都辛苦 我們當時也沒有你們拿了這麼好 真的 其實你們這就都在猛猛的索足了 我們咱幾乎 我沒讓我吃 吃兩碗了 師傅 辛苦了 好 回來 那你走啊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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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這麼熱的時候 走到了 因為送回來了 就是 很多菜 還有什麼醬味的 什麼東西啊 很好 很感激 你看冬天嘛 又受江湯 真的很感激 你看你們叫老大衣服 對不對 你這到底年齡了 你看他們倆都靜乾乾的 可以了 是不是 是 兩個月的互動 志工與環衛工人 結下好園 楊慧榮經營辦館 工作很忙 卻仍心細 這群為大地付出的環境衛視 來了一次 然後以後 我覺得真的被他們感激 所以現在的話 我覺得 我就跟自己講 哪怕每個星期 堅持能湊出一天的時間 雖然不能做到全程 正確為展現實 一直 街邊 社區的異議 到處都可見到 志工與環衛工人 交信的畫面 這也成了南京街頭 最美的新地風光 大家新聞 這次美志工 朱梅 范陽漢 王景 南京報導 沒有問題